全能神话语朗诵 关于追求真理 怎样追求真理 十一 刚才交通的话题是 应该放下追求婚姻的幸福 只是在婚姻的框架之下 尽到自己的责任就行了 放下追求婚姻的幸福 这方面交通完了 再来交通另一个问题 就是你不是婚姻的奴隶 这方面问题是应该交通的 有些人走进婚姻之后 他就认为什么呢 这一生就这么定了 就注定跟这个人生活一辈子了 父母长辈不是一生的依靠 朋友也不是一生的依靠 那谁是自己一生的依靠呢 在这种想法的趋势之下 很多人把婚姻看得很重要 认为有了婚姻就有了稳定的生活 有了婚姻就有了避风的港湾 也有了倾诉的对象 女人说 有了婚姻就有了可依靠的坚强的坚强 男人说 有了婚姻我就有了安定的家 不再漂泊流浪 想想都幸福 再看看自己身边那些单身的人 女人整天漂泊 无依无靠的 也没有固定的家 没有可靠的肩膀 男人也没有一个温暖的家 多可怜呢 所以看自己有了婚姻的幸福 还是觉得挺美满 挺知足的 知足之余就觉得 自己应该为婚姻做点什么 应该为这个家做点什么 所以有些人走进婚姻之后 就准备好要使上浑身的谢数 投入自己的婚姻生活 准备为自己的婚姻打拼 奋斗卖命 有的是拼命地赚钱 拼命地吃苦 当然有更多的人 是把自己一生的幸福 寄托在了自己的伴侣身上 他们认为 自己这一生是否幸福快乐 就在乎自己的伴侣怎么样 是不是一个好人 是不是一个 与自己性格志趣相投的人 是不是一个会赚钱 会持家的人 是不是在未来能让自己衣食无忧 能给自己一个幸福安定 美满家庭的一个人 是不是能在自己临到任何痛苦患难 失败挫折的时候 让自己心里得到安慰的那个人 为了验证这些 他们在与对方一起生活的时候 心里特别地关注对方 对方的思想观点 言行举止 一举一动 对方的任何长处缺点 都特别认真留心地去观察 拿去记录 把对方在生活中流露的所有的思想观点 所有的言谈举止都铭记在心 好让自己更了解对方 同时也希望对方更了解自己 让对方走入自己的心 也让自己走入对方的心 好让彼此之间 能够更加地钳制住对方 或者在对方临到什么事的时候 自己能做第一个出现在他面前的人 也是第一个能帮助到他的人 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他 鼓励他 做他坚实后盾的人 在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之下 夫妻双方几乎不分辨对方是怎样的人 完全活在对对方的情感里 用情感去呵护他 用情感去包容他 去对待他所有的缺点 毛病与追求 甚至对他言听计从 比如对方说 你聚会时间太长了 你聚半个小时就回来吧 他说 那我尽力吧 下次果然聚半个小时回来了 对方又说 这还差不多 那下次你去露个面就回来吧 哎呀 你这么想我呢 那行 我尽力 下次聚会果然不负所望 去了十来分钟就回来了 对方 对方很满意 也很高兴 说 这还差不多 对方让他朝东 他不敢朝西 对方让他笑 他不敢哭 对方看他读神的话 听诗歌 就验憾憎反感 说 整天读那些话 唱那些歌 有什么用啊 我在家的时候 你能不能不读那些话 不唱那些歌 好好好 不读了 他就不敢读了 也不敢听了 在对方的要求之下 他终于明白 对方不喜欢自己信神 也不喜欢自己读神的话 那他在家的时候 就陪着他 陪他看电视 陪他吃饭聊天 甚至陪着他 听他诉苦 做什么都行 只要对方开心就好 他认为这些 都是作为一个伴侣 该尽的责任 那什么时候读神的话呀 等对方走了 他把门一锁 赶紧开始读 听见门一响 赶紧收书 吓得不敢读了 结果开门一看 不是丈夫回来了 虚惊一场 接着读吧 接着读也是提心吊胆 紧张害怕 万一他真回来 要不先不读吧 先打个电话 问问他 现在在哪 什么时候回来 一打电话 对方说 我今天工作有点忙 可能得到三四点才回家 问完是安心了 但心还能安静下来读神话吗 安静不下来了 心受搅扰了 赶紧到神面前祷告 说点什么呢 说你信神 对神没有信心 你害怕你家那口子 你心安静不下来读神的话 又觉得说不出口 跟神没有话 不过 闭着眼睛 双手合十 安静一会儿 心不那么慌了 读读神话吧 但是读不进去了 刚才读到哪儿了 揣摩到哪儿了 一点思路也没有了 越想越心烦 越想越不安 干脆今天不读吧 少一次灵修也没事 怎么样 日子过得好不好 这是婚姻的烦恼 还是婚姻的幸福 这时候有些单身的人说了 怎么样 你跳入火坑了吧 婚姻一点都不美吧 你看我生活得多好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什么时候想聚会 想尽本分 也没有拦阻 为了让另一半对你满意 能够同意你 偶尔读点神的话 或者聚个会 每天自己很早就起来 做饭收拾屋子 洗洗涮涮 喂鸡喂狗 多累的活都干 男人干的活也都干 为了让丈夫满意 自己像个老妈子一样 任劳任怨 在她没回来的时候 把她的皮鞋擦得正亮 脱鞋摆好 在她进门之后 赶紧把她身上的灰都打一遍 帮着把上衣脱了挂起来 还问 今天天气挺热 你热不热 渴不渴 今天想吃点什么 想吃酸的还是辣的 你用不用换衣服 换下来 我给你洗洗吧 像个老妈子奴隶一样 已经超出了 在婚姻框架之下 该尽的责任这个范围了 对对方是言听计从 而且把她当成自己的主子 在这个家庭中 两个人的地位有明显区别 一个是奴隶 一个是奴隶主 一个低三下四 一个横眉怒目 一个卑躬屈膝 一个趾高气扬 很显然 很显然 在婚姻框架之下 两个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为什么 这个奴隶是不是犯贱了 犯贱了 没守住神给人类婚姻命定的职责 做得太过了 另一半不尽任何责任 不做任何的事情 对这样的另一半 你还能言听计从 俯首称臣 甘心做奴隶 当老妈子 为他效劳 为他做所有事 这是什么人呢 到底谁是你的主啊 你对神怎么不这样实行呢 你的另一半供应你生活 那是神命定的 他应该那么做 你不欠他什么 你做好你该做的 尽到你该尽的责任与义务 那他尽没尽上啊 他该做的做了吗 婚姻双方 不是谁厉害 谁就是主子 不是谁能干 谁做得多 谁就应该是奴隶 婚姻双方 是彼此尽责任 彼此陪伴 双方对彼此都有责任 双方在婚姻的框架之下 都有自己该尽的义务 该做的事情 你的角色是什么 你就应该做什么 你的角色是哪一方 你就应该做到哪一方 该做的 如果没做到 那你就没有正常人性 土话讲就不是东西 那对这个不是东西的一方 还能言听计从 甘愿给他做奴隶 这就太浑了 不值钱 你信神 你信神怎么了 你信神是作恶吗 你读神的话 有问题吗 这是光明正大的事 国家政府迫害信神的 这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人类太邪恶了 代表邪恶势力 代表撒旦 他不代表真理 不代表神 所以 你信神 不等于你矮人一节 低人一等 反之 你因着信神 比世人高贵了 你因着追求真理 在神面前 是尊贵的 神把你看成眼中的同人 而你自己却作减自己 为了讨好婚姻的另一方 不惜为他做奴隶 你竟受造之物的本分 怎么不这么做呢 怎么做不到这一点呢 这是不是人的悲贱之处啊 神给你命定婚姻 只是让你学习尽责任 学习与另外一个人和睦相处 共同生活 体验与另一半 共同生活是怎样的 体验与另一半 在面临各类事情时 应该怎样处理 让你的人生更丰富 更不一样 但并不是把你卖给了婚姻 当然也不是把你卖给了 另一半当奴隶 你不是他的奴隶 他也不是你的奴隶主 你与他是平等的 你对他只有妻子 或者丈夫的责任 责任尽到了 在神那儿 你就是合格的妻子 或者丈夫了 你不比他少什么 也不比他差什么 如果你信神追求真理 能尽上自己的本分 常常参加聚会 也常常导读神的话 常常来到神面前 这是神悦纳的事 是作为一个受造之物 该做的 该有的生活常态 不是见不得人的事 你也不必因为 有了这样的生活 而感到亏欠另一半 你不欠他什么 如果你愿意 你有义务向他 见证神的做工 但他如果不信神 不是与你志同道合的人 你没有必要 也没有义务 向他交代 说明 关于你的信仰 你所走道路的任何事情 任何信息 他也没有权利知道 他支持你 鼓励你 或者维护你 这是他的责任与义务 他如果做不到 那他就不是有人性的人 为什么 因为你走的是正道 同时因为你走正道 你的家庭 你的另一半 跟着你蒙祝福 享受从神来的恩典 他应该为此感谢你才对 而不是因为你有了信仰 受迫害而歧视你 欺负你 或者因此认为 你应该做更多的家务 做更多的事情 或者认为你亏欠他什么 你在情感上 精神上 在任何一方面 都不亏欠他 而是他欠你 因为他因着你信神 享受了更多 从神来的额外的恩典 祝福 他偏得不少 偏得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那样的人 根本就不配得 不该得 为什么不该得呀 因为他不跟随神 不承认神 所以他享受这些恩典 就是因为你信神的缘故 他跟着你沾光了 跟着你享福了 他应该感谢你才对 换句话说 他因为享受这些额外的 祝福恩典 应该多尽责任 应该更加支持你信神 有些人 因为家里有一方信神 家里的生意也顺利了 也做大了 挣的钱也多了 家庭生活也好了 物质生活也丰富了 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这些是怎么来的 你家没有信神的那一方 你能得着这些吗 有些人说 神命定人家 就有那个发财的命 是神命定这不错 但如果他家里没有信神的这一方存在 在神那儿 他的生意原本得不到这么多恩典祝福 因为有了信神的这一方 因为信神的这一方 真心信神追求 甘心奉献花费 不信的那一方就偏得了这些恩典祝福 神做这点事太容易了 不信的人还不知足 还要打压欺负信神的人 国家社会的迫害 对信神的人来说 已经是灾难了 家里的人还变本加厉 雪上加霜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还认为自己对不起他们 甘愿做婚姻的奴隶 这就太不应该了 他不支持你信神可以 不维护你信神也可以 这是他的自由 但是他不应该因为你信神 而把你当成奴隶 你不是奴隶 你是人 你是堂堂正正的人 最起码在神面前 你是一个塑造之物 你不是任何人的奴隶 如果要做奴隶的话 你也只可以做真理的奴隶 做神的奴隶 而不应该做任何人的奴隶 更何况这个奴隶主 是你的另一半 从肉体这层关系上来说 除了父母以外 在这个世界上与你最亲近的人 其实就是你的另一半 但是就因为你信神 他却把你当仇敌一样 攻击你 逼迫你 你聚会 他也反对 外面有什么风言风语 他就回来斥责你 打骂你 甚至你在家里祷告 独神的话 在不影响他正常生活的情况下 他都能斥责你 反对你 甚至毒打你 你说这是什么东西呀 这是不是魔鬼 这是不是与你最亲近的人 这样的人 配不配让你对他尽任何的责任 不配 所以有的人在这样的婚姻中 还要对另一半言听计从 甘心为他牺牲一切 牺牲自己尽本分的时间 尽本分的机会 甚至牺牲自己蒙拯救的机会 这是不应该的 最起码这种想法应该放下 人除了亏欠神以外 谁也不欠 你不欠父母的 不欠丈夫妻子的 不欠儿女的 当然更不欠任何朋友的 你谁都不欠 人的一切都来源于神 包括人的婚姻 要说欠的话 人只是欠神的 当然神也没要求你还 神只是让你走正确的人生道路 那在婚姻这件事上 神最大的心意 就是不让你因为婚姻 变得丧失尊严 丧失人格 变得没有正确的追求路途 变得没有自己的人生观 没有自己的追求方向 甚至放弃追求真理 放弃蒙拯救的机会 放弃神交给你的任何托付与使命 而甘愿做一个婚姻的奴隶 如果你是这样处理婚姻的话 那你倒不如没有婚姻 单身对你来说更合适 如果你怎么也摆脱不了 这样一种婚姻的现状 或者婚姻的结构 那你不如从这样的婚姻中解脱出来 做个自由人更好 还是那句话 神给人命定婚姻的目的 只是为了让人有一个伴侣 在伴侣的陪同之下 走过人生的侃侃可可 度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使你在每一个阶段中 不孤单寂寞 有人陪伴 有人说心里话 有人安慰照顾 但神并没有用婚姻束缚你 并没有用婚姻束缚住你的手脚 让你没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 让你变成婚姻的奴隶 神给你命定了婚姻 为你安排了一个伴侣 并不是为你找了一个奴隶主 也不是让你把自己限制在婚姻里 没有自己的追求 没有自己的人生目标 没有正确的追求方向 没有追求蒙拯救的权利 相反 不管你有无婚姻 你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追求蒙拯救 这是神赋予你的最大权利 没有任何人能剥夺 没有任何人能干涉 包括你的另一半 所以在婚姻中扮演奴隶的这些人 应该放下你这种生活方式 放下你想做婚姻的奴隶 这样的想法或做法 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 不要受对方的挟制 也不要受对方的心情 观点 言语 态度 甚至做法的影响 限制 挟制与捆绑 从中走出来 勇敢地大胆地依靠神 想什么时候读神的话 就什么时候读神的话 应该什么时候聚会 就什么时候聚会 因为你是人 你不是狗 你不需要任何人 来规范你的行为 也不需要任何人 来挟制控制你的生活 你有选择自己生活 目标方向的权利 这是神赋予你的 尤其是你走的是正道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当神家需要你做一项工作的时候 当神家交给你一项本分的时候 你更应该义不容辞地 毫无选择地 不折不扣地放下一切 尽上你该尽的本分 完成神给你的使命 如果这项工作需要你离开家十天或一个月 那你应该选择尽好你的本分 完成神给的托付 满足神的心 这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 应该有的一种态度 心智与愿望 如果这项工作需要你走半年 一年 甚至不知道多长时间 那你也应该义不容辞地 放下你的家庭 放下你婚姻的另一半 去完成神给你的使命 因为这个时间段 是神家的工作 是你的本分最需要你的时候 而不是你的婚姻 与你的另一半最需要你的时候 所以 你不要认为有了婚姻 就应该做婚姻的奴隶 也不要认为 如果没有了婚姻 或者婚姻解体了 是一种耻辱 其实不是耻辱 得看这种婚姻的结束 是在什么情况之下 神是怎么安排的 如果是神命定主宰的 不是人为的 那是一种荣耀 是一件荣幸的事 因为你是为了正义的事业 为了追求满足神 完成你受造之物的使命 而放弃了婚姻 结束了婚姻 这是蒙神纪念 蒙神悦纳的事 所以我说 这是一件荣耀的事 不是耻辱 即便有些人的婚姻 是因为另一半放弃了他 背叛了他 土话讲 就是被对方甩了 赶出家门了 这也不是丢脸的事 你应该说 这是我的荣幸 因为什么呢 我的婚姻能走到今天 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 这是神的命定 神的主宰 是神的带领 让我走出了这一步 如果不是神这样做 让他把我赶出家门 我还真没有信心 没有勇气走出这一步 感谢神的主宰 感谢神的带领 一切荣耀归给神 这是一件荣幸的事 在众多的婚姻中 你能有这样的经历 能在神的带领之下 选择走正道 完成神给你的使命 在这样的前提与动力之下 与对方分离 结束你的婚姻 这是可喜可贺的事 最起码有一点 是值得庆幸的 你不再是婚姻的奴隶了 你从做婚姻的奴隶中 解脱出来了 你不再为自己 是婚姻的奴隶 想摆脱 却摆脱不了 而烦恼 而痛苦 而挣扎了 从那一刻开始 你解脱了 自由了 这是好事 这么说 当然也是希望那些 曾经在痛苦中 结束婚姻 而现在依然被 这件事的阴影笼罩的人 能够真正地放下那段婚姻 放下那段婚姻 给你留下的阴影 放下那段婚姻 留给你的仇恨 愤怒 甚至伤痛 不再因为自己曾经为对方做过的所有牺牲与奴隶 换来的却是对方的不忠背叛与冷嘲热讽而感到痛苦愤怒 而是从这里走出来 庆幸自己不再是婚姻的奴隶 庆幸自己不再为婚姻的奴隶主做任何事情与做无谓的牺牲 而是在神的带领之下 在神的主宰之下 走上人生正道 尽上了受造之物该尽的本分 而且没有任何烦恼 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当然也不用再为婚姻的另一方 忧虑担心牵挂占心了 往后就全是好事情了 自己的事情不用再与另一半商量 不用受他的挟制了 只要寻求真理 在神的话里寻找原则根据就好了 如今自己已经是自由人了 不再是婚姻的奴隶了 庆幸自己从那段婚姻的噩梦中走出来 真正的来到了神面前 不再受婚姻的限制 读神话的时间多了 聚会的时间也多了 灵修的时间也多了 完全自由了 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 也不用再听任何人的冷嘲热访了 不用再考虑任何人的心情与感受了 一个人过挺好 不再是奴隶了 能从对人尽各种各样责任的环境里走出来 做真正的受造之物 做造物主权下的受造之物 尽上受造之物的本分 单纯地做这一件事 这可太好了 永远不用再为婚姻那些事 争吵 烦恼 计较 包容 忍耐 受气 愤怒 不用在这样恶劣的环境 与复杂的状况下活着了 你看这多好 这都是好事 一顺百顺了 人已来到造物主面前 做事说话 都根据神的话 按照真理原则 什么都顺了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 是是非非了 心能安静了 这都是好事 但是可惜有一些人 还在这样恶劣的婚姻环境下 甘愿做奴隶 没有解脱出来 没有走出来 不管怎么样 还是希望这些人 即便不结束婚姻 不以婚姻解体 这种形式生活 但最起码 不要做婚姻的奴隶 你婚姻的另一半 不管是谁 不管他有怎样的才能 怎样的人性 有多高的地位 不管他的能耐 本领有多大 他也不是你的主人 他是你的伴侣 与你是平等的 他不比你高贵 你也不比他低贱 他如果进不到婚姻的责任 你有权力斥责他 你也有义务管理他 管教他 而不是看他太厉害 或者害怕他厌烦你 厌弃你 害怕他抛弃你 为了维持婚姻关系的持续 而第三下四任其宰割 甘愿委屈求全 做他的奴隶 做婚姻的奴隶 这样不合适 这不是一个人 在婚姻的框架之下 该有的表现 也不是一个人 在婚姻的框架之下 该尽的责任 神没让你做奴隶 神也没让你做主人 神只让你尽责任 所以 要正确地理解婚姻中 你应该尽的责任 也应该正确地理解 看透自己在婚姻中 扮演的角色 如果你这个角色是畸形的 是不符合人性的 是不符合神的命定的 那你就应该检讨 应该反省 怎样从这个状态下走出来 如果对方可以斥责的话 你就斥责 如果你斥责对方 会带来不良后果的话 那就应该有更明智 更合适的选择 总之 如果你想追求真理 你想蒙拯救的话 你就要放下做婚姻的奴隶 这个想法或做法 不要做婚姻的奴隶 而应该从婚姻的奴隶 这个角色中走出来 做真正的人 做真正的受造之物 同时也要尽上自己的本分 明白了吧 谢谢大家